歡迎回到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來看鄉親到市場買包心杯子 少數都是白色參青色的 不過現在又加了一種的新選頁 中華市都歸搜財三小班的班長 入英雄 市場市場市場的包心杯子很成功 還給它購名叫做雞肉白菜 加上這種市場包心白菜 營養價值觀不太好 市場的價值比一半五倍 市場市場市場就全港來觀摩 入班長的政材經驗 當月期間 農民習慣製造一半的包心杯子 下才是高雷菜 中華市農會三小班長出營養 所以是怕不一樣的路 市場只剩白心包菜真成功 雖然成本有較高 但收益是一半的五倍高 它花青素比較多 我們煮後它的花青素會被融出來 所以其實有一點建議是 我們聽到做生菜沙拉 做生菜沙拉的配色 它非常漂亮 再者它這個菜梗 含水量非常的夠 我們在吃的時候 咔滋咔滋非常的清脆 一般的大白菜的苗 大概是六角幾一塊左右 這個苗大概在兩塊左右 像這樣子一顆 最近在市賣的時候 一顆大概就賣一百塊 那現在市面上的大白菜 一顆大概是二十塊 所以就差了五倍了 市場庫建府也全天到 蔬菜農產 來瞭解 日本中的種菜心態 很高的現代青年農民 可以走走 結果開市場 創造 這些蔬菜的新價代 蔬菜產銷板 在當頭上 你看看 我們種到這個 尖頭的高麗菜 可以維持一定的價格 可以創新 來做一個我們全國 獨立的紫色的大白菜 不只是一個創新以外 也會來提升農民的收益 因為現在我們中央市 也一直在提供青年農民 可以創新改變 增加他們的收益 我們的農民 在市場上有更大的競爭力 傳統品種的包新白菜 李孫真假 如果沒喝到 唱歌之後 繼續大方版的威脅 由班長7.2種 這些包新白菜進行 明明為 雞肉白菜 跟粉雞肉白菜 適合圓形 做生菜沙拉 那些是用菜 做滷菜 也來創作 經濟消融的新路線 大中華新聞 短母親 中華蔡鳳報道